好 今年的日内瓦发明展的 台湾正是有够棒的 拿下了28面的金牌世界第一 而到底有哪些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发明呢 来看到有这一种会震动 促进了罩杯升级的丰修器 还有穿进去之后呢 会自动散发出金油去除脚臭的皮鞋 连立法院长王津平呢都抢着要预定 另外还可以让两个人并排骑的协力车 全世界就这么一台 1 2 3 GO 向左转哦 你没看错 这可是全世界唯一能够双员并排骑的协力车 和一般协力车结构相比 能够把两台脚踏车结合在一起 靠的就是这四根专利认证的杆子 后面还可以装上置物柜 这项设计可是得到今年日内瓦发明展金牌 还有这项发明 看了真让人脸红心跳 发明家说 使用这台美胸御动器 胸部能透过按摩罩杯UPUP 老板笑说天天亲自示范都快变成低罩杯了 台湾发明点子多 不只有女性美胸器 还有还有 另外还有这一排呢 看似平凡的鞋子 其实它叫做精油鞋 如果你把精油放到这个所谓专门的孔当中 它可以透过它的构造 其实在走路的时候 每一步都会散发出香味 李迪你闻一下 有没有很香 有 好香哦 脚踏这双鞋 夏天不再怕脚臭 连立法院长王金平都中意 现场跟发明王预定一双 台湾创意有够赞 吃衣住行 通通有 难怪日内瓦发明展 台湾今年载船捷报 容得世界第一 追求黄冰军 李嘉宇台北参放报道